好 可能賴屎都要吃的 難得有雪糕車 要一杯 富豪雪糕車是70年代開始 伴隨香港人成長的 本身是源於Mr.Softy 一間美國公司來的 1956年 有人以為美國那間Mr.Softy已經收拾了 但其實還沒收拾 現在還是家屬生意 還在營業 只不過風格跟五六十年代 開始的時候已經很不一樣了 2010年收回香港的特約經營 所以Mr.Softy的名字 都要改為MobileSofty 一份情懷 但香港雪糕車 卻保留早期的特色 只得一部軟雪糕機 賣一款的軟雪糕 這個位置好 有很多人光顧今天 雖然兩口都吃光了 不過 這個亭二節來的 剛剛發現了一條 家樂徑 不知道去哪裡 看看地圖先 很小 圍著圈 很小 不要玩 為什麼會轉了女士 白底藍紅紙 藍色多佬河這些 就深入了民心 政府在1978年 已經停止發出任何的流動小販牌 而他只是曾經發牌給富豪雪糕車 所以富豪雪糕車 是香港唯一一間的流動雪糕車牌 也只有14架流動雪糕車牌 所以如果你有幸見到 就真的非常幸運 很少看到女士賣雪糕 覺得很特別 非常之有趣 真的40年難得一遇 一向是叔叔 爸爸 賣雪糕的 這次是姐姐 你不覺得來到雪糕車面前 我們變成小孩子 嗎 來到姐姐面前 更加 第一次見到女士的下雪糕 姐姐姐 我要一杯雪糕 你來到叔叔面前 就一杯雪糕 如果你喜歡以上影片 請like share和subscribe 多謝各位 拜拜